云林县谷坑山区也因为暴雨的冲刷 大陆坍塌 电缆倒下 没有办法对外联系 另外在云林的湖北和台中市 多处堤防也不敌大水被冲垮 画面相当的触目惊心 后后常常一排堤防 不敌大雨拍打 就这样从两层楼高的堤边硬生生坍塌 大雨导致云林县湖北港溪堤防崩落 不由路上更出现一道深深的裂缝 路过民众 现象还生 现在四江可能就出问题了 因为四江要淹水的时候 已经路面都抓住了 但是五象都是叫欢迎回忆 但是一直不来处理 所以做成这个风水災 这几个都放下去 如果继续缴下去 很怕整个路面的团都放下了 是这个溃磁的危险 疑似偷工减料 导致路面崩塌 立委也要求极力彻查 康瑞台风虽然离去 但中南部后续灾情仍不断传出 即大水掩蓋云林县半数相震后 道路摊坊意外接二连三 谷坑山区也因为道路崩坏 多处电缆倒塌 近400户居民无法对外联系 大受影响 台风过后不但要清理家园 提防整修的工程各地不敢懈怠 台中市沙路区的一条野溪河道 也因为被大水冲刷 提防倒塌陷落 跌过去的话就会 冥想蛮大的 然后后面还是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 因为下雨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是会 奔卡是一定会的 台风过后民众不只担心 也没时间抱怨 治水工程更是要加快脚步 在最短时间内抢修 让民众恢复平静的生活 联合报蔡维 冰城雅林田赵伟综合报道